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卧槽喵政治 我是卧槽的范 我是卧槽的总编萌萌 卧槽喵政治每个礼拜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的政治议题 哎呀,我上次看了我们上一集在讲那个陈玉珍说什么台湾不是一个国家那个啊 发现留言很多,我们在YouTube上,我第一次发现说原来我们真的有讀者有认真听我们的内容 就觉得我们节目是有人在听,第一次获得feedback 看标题啊,然后就开始下集了 我觉得他们其实看的蛮认真的,像有一些我感觉应该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 他们是用那种兼体制啊,说什么台湾人不肯面对自己的宪法啊 然后呢,什么宪法包含大陆地区什么等等 表示他这些其实有看完欸,我看他们的留言其实都蛮有趣的 对啊,还有谈论到就是什么 也想问说什么静门马祖啊,这个身份认同啊等等 我自己印象深刻的是,竟然还有人留言说,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哦~~ 就是我一直以为我们的TA可能 独一点,独一点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我觉得很难讲 我觉得很多,很多立场很不一样的 人很喜欢follow我们 都是我们头号粉丝 对对对 那你觉得有趣的就是 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会把我们的节目 就是丢给我妈听 然后我妈是比较不读一点 OKOK好 你听得懂好 怎么叫不读 不读不读 anyway 她就很认真的听了我们的节目 然后她就听了两遍 为什么要听两遍 因为她觉得要搞清楚 我们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她就咚咚咚 她就跑过来就跟我讲说 讲了一个蛮无关的事情 可是我思后想想觉得还是有关 她就跟我说什么 陈水扁当年就是 我们的护照有更新吗 就是我们的台湾 这几个字是陈水扁 陈登时期加上去的 后来才加上去的 然后她就特别跟我强调说 当年她没有把中华民国拿掉 跟只是单纯加上台湾 是因为有一些政治考量 对 所以现在的护照让面 其实就是有中华民国 也有台湾 刚好就跟蔡英文后来 其实有算有回应这个事情 她其实就在强调就是说 现在国人最大的共识是 中华民国台湾 就跟我们那个护照上面长得一样 有中华民国又有Republic China 但也有台湾 那你不觉得很选吗 就是她其实都没有分开的去讲说 中华民国 slash台湾 她只把它连在一起 所以到底叫中华民国叫台湾 就是她的重要性在哪 为什么我们要 就她到底是个什么这样的组合 什么样的概念 对啊 为什么不直接讲台湾就好 台湾in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民国of台湾什么等等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起来 其实也蛮复杂 因为她其实这样的概念 其实有蛮久的一个历史演变 我又要讲谷了 糟糕 诶 反正可以先去上个厕所 等我讲我们再回来 好啦 没有 其实最早啊 其实大家的说法会是 一开始中华民国是 中华民国到台湾 是因为历史上吧 对 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 就是中华民国这个政权 来到了台湾 这个土地上 对 这个土地上 然后开始就是执政这样子 对 然后但是呢 从逐渐从1949年之后呢 因为这个执政的 这个所谓的中国国民党 这个政权 输掉了那个所谓大陆地区嘛 就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 所以呢 中华民国的领土只剩下台湾了 所以那个就变成叫做 中华民国在台湾 就他只有这个地方 能够实际执行他的权力 可是逐渐的演变过程之中呢 因为你在这个同样的这个领土上嘛 大家在这个地方共同生活 然后逐渐民族化 共同选出自己的总统 选出自己的这个执政者 然后政党轮替 所以大家观念就慢慢转成就是 中华民国是台湾 就中华民国等于台湾这种感觉 就本来只是身体到达这个土地 到台湾 然后变成政权 然后变成在台湾 然后最后就融合在一起变成是台湾 那现在呢 现在就是 连动词跟 对对对 这个都改变了 现在就更融在一起 就我也不再去强调就是他们好像有一些差别 所以我才强调说中华民国是台湾 现在就直接连在一起叫做中华民国台湾 这越来越像是蔡英文现在的一个做法 他一直都是这样讲 虽然算是这几年他就讲出了一个这个 我的理解就是他有讲最大化他的支持者的办法 因为你现在如果从法律上 其实我们上礼拜也有讲嘛 我们宪法的国民还是叫中华民国啊 但是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又有讲到就是 我们有个台湾地区 然后呢叫做台澎金马 所以当我讲说中华民国台湾的时候 如果你是那种很捍卫宪法派的 我也可以帮他解释成就是啊有啊 就是讲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嘛 所以讲中华民国台湾没有不对啊 我们现在实际上治理的就是台澎金马 然后对一些比较台派啊 或是这些支持者 比较认同台湾的支持者 他也说服了 他在某些程度可以安抚他们就是 你看我也有讲到台湾哦 所以不管对于那种很抱着宪法派的 或是对于支持台湾这派的支持者 他都可以最大化的把这个包容进去 叫中华民国台湾 而且他这样的讲法就两边都安抚 对对对就选票最大化这样子 谁也不得罪行这样子 当然就是可能两边都会相对 这个比较那个 比如说主张很急那个疾痛的人 或者讲到比较要尽快自先见过的人 都会比较会不喜欢这样的说法 可是你不觉得其实 大家现在都拿宪法来 来就是为自己的言论背书 哦就宪法这样子写 为什么你不这样做不这样讲 对啊 但是你出国的时候 你会说 你从哪里 我从台湾 这个好像在我们节目出现过 对 你不会讲说 我从日本 我不会这样自我介绍 你是那一人 我是中华民国人 应该我不知道 至少我们应该很不直观吧 我觉得从上一集的政大的统计来看 我们大部分的人不管是不是同文成 我们的认知其实都会是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好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还是以中华民国为一名在世界走道 那这样我们叫做中华民国或是我们叫台湾这有优劣差异吗 我自己觉得真的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讲到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点像是台湾 穿着一个中华民国的衣服 那就很不合身 第一点你看 当我们讲这个Republic of China的时候 你其实在国际上大家就说 第一个China 那再来就是Republic of China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 也只差一个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其实很容易混淆 那加上其实在国际上 在联合国啊 或是什么这些国际组织 基本上已经排除了Republic of China 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位了 这边我要讲一个 就是我有听到另外一个说法说 如果我们就是 不用中华民国的国民来讲的话 是更没有空间的 因为就是那边的论述的想法是说 你已经叫中华民国都这样了 你不叫中华民国不就更惨吗 就是更没有大的认同 因为好像说你如果叫台湾 就更会被启压这样子 但这就我们上次有讲到啊 我们在认同中华民国的时候 我们如果认同这个宪法概念 其实就是主张说 我们要去收复这个对岸的师徒 所以我们在讲 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时候 就是在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 这个其实反而不是在攻击对方吗 就是我要侵略你 我把你的土地打回来 所以你看我们在讲说 我们是台湾人 其实比在讲我们是中华民国人 更对对岸来的友善才对啊 有没有 我讲中华民国的时候 其实是说你的土地是我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你现在也是用宪法 就大家都颁宪法出来 所以讲中华民国反而是对对岸不尊重 你这样讲对不对 对 对 这样讲 对我顺服你哦 所以你就想 我在思考吗 趁现在唬隆过去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宪法体制 其实非常不合理 不切实际啊 你就说你的宪法结构是 我还要去统治对岸 那又不是以台湾为中心 而且到底这样的一个宪法的精神 你看我们要成为这个大中华 两岸同一 这个宪法的精神 还跟我们现在的人民的共识是一样的吗 就不是有讲我们现在的认同自己台湾人的程度 已经到了就是超过一半 认同自己是只是中国人的 只有3% 对啊 很多人在讲说中华民国或是台湾来称自己的国民 他背后应该是有一些政治上的意识吧 就是政治倾向 觉得自己可能是比较认同哪一个说法 就是比较统一的 然后我自己观察就是所谓的 政治倾向光谱 好像从我们的同温层或是非同温层 可以大概分成三种 就是统一的 统派 统派 然后或是说台湾独立的 独派 然后或者是认同 就是保持现状 维持 维派 维持现状派 对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用这三个 三个政治倾向 台湾的政治局势的倾向去 看检视我自己的倾向 到底放在哪一边 可是我觉得我有点找不到 哦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么那么的独 OK 可是我应该不 不是应该是 赤独 赤独 好 确定就好 我既然不是说很独 然后我可能有一点点维持现状 然后这中间是不是有一些 唯独派 没有 流动的空间 流动 因为我们两个不是有聊吗 然后你刚好就跟我讲说 其实在统派或是独派或是维持现状 它之间都还有一些有趣的光谱 对对对 其实这种蛮多人讨论 然后去做分类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介绍给大家认识一下 那它其实就很多种啦 那我们简单来分 大概可以分成六种 像比较好理解 就是先从最统的这个光谱的几段开始讲好了 像最统的这一段呢 像第一种叫做红统 红色的红 红色统一 就是他们也是主张说要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对岸统一 就被并吞的那种 像最像 其实还是有 就这样很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像一些什么统促党啊 张安乐啊 或是新党有一部分的人也会这样觉得 最统的 对最统 very统 就是要被统你知道 被并吞的这种 还是有红统这种 回到母国的怀抱 对 这个祖国 OK 它是最统的 红统 那再来呢 再来呢 其实还有一种叫做华统 华是哪个华 就中华民国的华 还是会有人主张 就是说 我们要让我们中华民国统一全中国 让我们这个民主自由的这个精神 散落在神州大地上 就是 对你知道 就是他们就是还是主张说认为 中华民国有一天可以回归 这个 不管是打下来 或是用什么方式 这个统一的这个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我有听说过 民主中国 韩国瑜他也是这种立场 因为国民党现在他们有一套说法 就会是这样子嘛 就是我们的主权包含了这个全中国 就是两岸都是有这个主权 只是我们治权 治理的权力 只有台澎金马而已 所以他们的精神还是中华民国 这样讲是比较不讨厌吗 我不知道 我自己的诠释其实还是会有点就是 你主张这样 你不是就在吃中华人民共和豆腐 你就是说我要去侵略他呢 对吗 对啊所以这还是有一种这种东西 叫华统 中华民国统立中国 那接下来呢 其实就比较接近维持现状了 在中间 光谱中间的路线 就是像 有一种维持现状就是 他觉得 我们现在治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范围嘛 那只是现在的国家名称叫做中华民国 所以他对于国家的认同 还是中华民国 对 那反过来其实非常接近 但是一点的差别就是 我一样觉得维持现状 但他的国家认同是台湾 你不觉得 其实都是维持现状 很好奇这两种人的微妙差别在哪吗 就是认定自己是 国民是中华民国 但想维持现状 或是认定自己的国家是台湾 维持现状 这两者的差别 其实我觉得大多数的人 大概都是在这两者之间浮动 像比如有个很有名的例子 像馆长 对对对 馆长就是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种的感受很明显就是 当他自己 他一开始都想说我就是华独 对我认同中华民国 他说我是台湾人 我认同中华民国 但是其实就算是这样的说法 因为早期或是原先 但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不觉得说自己是在搞台独 但是呢光是这样的说法 我是中华民国 我是台湾人 就会被对岸认为说 你这个台独分子 他们不管你是华独还是独台 算是你是支持中华民国这种 你也是在对岸严重 你也是台独分子 对 所以 其实像中华民国认同维持现状 然后认同中华民国 会维持现状 认同台湾 他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这个东西在对岸的严重 都是搞台独 所以叫做华独 那叫做 你的认同是中华民国维持现状的 就华独 你如果认同是台湾 然后维持现状 叫做独台 那他到底要怎么跟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更独的分类吗 再来另外一种 就是叫做台独 台湾独立 差别是什么呢 差别就是 像前行政院长 或是准备上任的副总统赖清德 或是民进党 他们现在主流的一种说法 他们叫做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现在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 他们并不 他们认为台湾其实以某些程度已经独立了 只是现在的名称还叫做中华民国 那他们是想要把这个中华民国的名称 有照应能够正名化 叫做台湾 他们有具体这样子讲出来 说我想要改名叫台湾吗 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有不同强度的说法 对 但现在最主流的说法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现在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比较把那个主 我们的主权的范围画在台湾而已 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什么滑筒是 他们认为是整个大中国都是我们的主权范围 只是我们现在只治理台湾 我们未来要去治理中国 但台独反过来就是说 我们已经认为主权就只有台湾这一块 那只是现在只叫中华民国 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叫台湾 能够更符合我们的衣服和我们的身体 能够更铁这样子 就叫台独 那刚刚我们前面说 蔡英文他讲说中华民国台湾 是目前台湾人的最大公约属的认识 那他这样子去分的话 其实你看如果这样画下来 其实某些程度 当然讲维持现状派的那种 就被包含进去嘛 你认同中华民国 你认同台湾而且维持现状 都被包进来的嘛 而且像如果你是台独 就是的支持者的话 你们某些程度也被划进来 因为你有看到说 我们现在我们台湾主权独立国家 只是现在叫中华民国 然后想要推动改名 你该看到的这些关键字都有 甚至某些程度 华童的这种东西都有被包含 为什么 因为中华民国台湾这个说法核线 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只是现在只治理的台湾 该有的东西也都有 好像也没有打破 他们的那个认同价值观 所以这样的说法 其实某些程度 就是把这个选票最大化 这是一个 你可以想象这个 慢慢演进的过程 那最后一个光谱呢 最后一种就是 当然就是更偏向独的一个概念 就是自宪建国 就是建国派 那其实像他们的概念就是 因为其实中华民国统治台湾的基础 原本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正当性 所以他要做的并不是像台独是 把中华民国改名成台湾 是他们实际上要推翻中华民国的体制 就彻底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 那这也算是独派光谱一种 但这样的人其实可能他们就对蔡英文 中华民国台湾的说法 不满意 不满意 就是你就是提什么中华民国 你可以理解啊 因为就是我根本就否定 他的正当性 他的存在啊 所以你根本干嘛提他 可以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我们有设定了六个光谱 也不是我们设定了 对 其实大家都这样讨论 中华民国统论出来的 就是红统 华统 华独 独台 台独跟建国 那红统就是 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 华统是 中华民国统一中国 华独是维持现状 国家的国名叫做中华民国 然后独台是维持现状 国家是 国名是台湾 就正统是台湾 然后台独是改名叫台湾 对 可是什么 对就是 然后建国就是 我彻底推翻中华民国的体制 重新建立一个国家 那我这样来看一下 我在哪里 好紧张 对对对对 我觉得我应该是独台吧 哦 哦 就你不会觉得是 我是中华民国人 你会说我是台湾人 我是台湾人 然后维持现状 是因为我不太了解 也会有一点点担心台独之后 带来的 的重大的影响 还是 你怕你之后出道会受影响 在这个对岸的发展 会 如果 我的话 我的话应该其实在台独和建国中间 我自己觉得我的意识是建国 你的意识是建国 但是我觉得台独可能比较 practical 不要有自信的可能性 所以这就是 大概在这个中间 你好有自信哦 我连台独都怕怕 不会啦 就是你要有这样的意识 跟 就是 再去 努力去达到那个目标 你就选一个 你看我这些状况多无聊 那你这样 对不对 所以独台有点那种安全 安全的感觉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家可以回去想一想就是 因为大家说 那独派 同派 那你自己想 那你自己的到底真是认同 到底你是 落在 比较精准是落在哪个地方 我觉得了解这个东西是好事 就是无论你是哪一个 对 就是你今天听到独派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说 台独就是 超级 超级 偏激什么的 它其实里面可能还有在 划分不同的立场 然后你就可以 把这个当成一个 Hashtag 我会有什么 一个搭讪的开场白 欸哈啰你是独台才独 这样子吗 没有啊就是一个Hashtag 可以让你在 例如说独派论点中去了解说 这个人的论点可能是偏哪些点 或者说他在统派中是 哪一些 哪一些标准 就是去看 其实我觉得都是要 帮助大家去了解彼此不同的政治理念 因为我也希望大家就多聊 我们就目的也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很轻松的方式 去了解各种政治理念 虽然我们两个光谱不一样 但我们还是可以聊得很开心 真的吗 偷偷就不爽之类的 如果麦克风关起来之后就不讲话了 对啊 说不定 没有啦对 所以我们这 大家可以留言跟我们讲说 你觉得你是落在哪个范围 或是可以学饭 就是把这些节目丢给你的家长听 然后问问看他们是落在哪个范围 说不定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对啊 我觉得还蛮好奇大家的 的这种光谱政治倾向是什么 因为这也是会流动的嘛 你可能过一阵子 听我们节目听久会辨别的 对应该不会听听就往同派的光谱走过去吧 希望不是这样 就顺便了解一下 好 那我们其实有一些相关的这些讨论文章 我们也会放在我们的这个 资讯栏 对资讯栏这边大家可以点阅 然后目前我们这个节目在 Spotify Spotify Podcast Sound on Sound on 这三个平台跟YouTube平台 YouTube上也有 都上线 耶耶耶 终于 这样就很难 赶快赶快 赶快订阅对我们上线了好久 大家赶快订阅嘛 对不对 Subscribe 可以订阅 Follow 按赞 Podcast可以 平分 就是打星星 记得帮我们打五颗星 我会送一盘肉 对不起 就是打五颗星 我会非常感谢你 对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对我们都会有这个 各个平台帮我们收取 IG以及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开启小铃铛 没错 我们有新的影片直播 还有 各种 啊我们的乌龙球 对对对各种立法院的各种有趣的事情 你都可以订阅的话都可以锁定 锁定的话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影片 然后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定期定额支持沃草座 更好的 更多更好的内容专题 影音 好 谢谢大家 下礼拜再见 让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沃草苗政治啰 拜拜 拜拜